广东主帅人选已浮出水面,官方特别获以暗示,他能带队冲击第九冠幕前,离南所带领的南兰红队在2018昆山国际邀请赛中,取得了系列赛的三连胜,这让许多中国球迷都感到十分欣喜,毕竟这是在周琪和丁燕宇航确证的情况下,取得了这样的成绩,而姚明也在现场进行了观战,可见比赛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, 因为这是在亚运会之前对球员自身一个非常好的检验,相比之下,杜丰作为南兰兰队的主帅压力则小了许多,在休赛期的主要任务是锻炼新人,磨炼阵容,没有太多硬性的任务,而不得不说,红兰两队最终肯定是要合并,那么主教练的人选择会从杜丰和李南这两位中产生,那么谁将成为最终的主帅,一直是人们非常关心的话, 休赛期的广东队一直在补强阵容,先是签下了北京的大外援莫里斯,近日他们的小外援也终于销定,年薪200万美元签下德莱尼,这样的外援组合非常令球迷期待,现在他们也想引进一名国手,据传老将孟多加盟广东的可能性很大,如此一来,广东队唯一没有确定的人选就是球队主帅, 他们已经集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主帅的人选迟迟没有确定下来,而媒体也纷纷猜测,杜丰极有可能回归广东继续担任主帅,李南则担任国家南兰主帅,广东宏远有可能就是在等着一个时机的到来,而就在昨日,广东对主帅的人选,或已经浮出水面,广东宏远 发布了一张杜丰的照片,并配上生日快乐的英文祝福,原来7月30日是杜丰的生日,广东也是以这样的方式,想昔日的主帅致以贺电,在生日海报中,除印有红远对亏,还配上了WINNWAYFAMILY的字样,WINNWAY是红远集团的英文名称,这也证明着红远,依旧将远在国家队,执教的杜丰当成 一家人,而广东的这一举动或许在暗示,杜丰有可能重回广东再次拾起叫边,杜丰如果真的能重返广东,那相信无论是对于球队还是球员都是利好消息,对于八冠王的广东来说,他们肯定是最想冲击第九冠的,杜丰若能回归,极有可能再次带领广东重夺总冠军,您觉得呢?